你喜欢吃吗 你饿了吗 我请你吃啊 来我们一起吃 嗯 发富红帽桥 我们在这边找一家便宜的减餐 我们吃一点 2块5一份 我们吃哪一个比较划算呢 我们点个一号 2块5毛钱 老板给我个一号的 在这里吃 好的 钱收起来 哦 他就拿这个装的 一张纸 搞定 饭饭 哦 这个饭上面感觉有油味 看到这里面都有什么 下一颗蛋 哇 他给我一个漂亮的蛋 然后一个鸡翅 然后还有什么呢 哦 他把鸡翅帮我剪开了 不错哦 要的要的多一点 哈哈 谢谢 花生米 这个是什么 哦 黄瓜 哦 看着蛮有食欲哦 小鱼 小鱼 谢谢你 搞定 然后呢 我们拿个筷子 看一下 2块5这个套餐 真的很值得 朋友们 我今天吃的是2块5毛钱的椰浆饭 看一下怎么样 实不实惠啊 真的蛮好的哦 有一颗半生的一个煎蛋 这个可能是煎的有点久了 黄油一点硬 但是能感觉到里面还有汤汁的感觉 有蛋汁的感觉 然后呢 两个 其实是一个鸡翅了 它给剪开了 变成两个了 但是也蛮好的 看着很有食欲啊 然后呢 给了一点酱 还有黄瓜 然后 这还有个鸡翅哦 这吃煎 你可以选择吃 也可以选择不吃 但我觉得蛮好的 2块5毛钱啊 一个简餐啊 你想吃什么呀 真的很保证啊 主要这个饭呢 是椰浆饭啊 我先试一下 嗯 有椰浆的味道 真的蛮好啊 这个椰浆饭呢 我喜欢呢 一定要配的这个生八酱 感觉很不错 我们先试一下原味的饭 其实饭呢 基本都差不多了 其实呢 你要单吃的话 还有一点咸的味道 能吃出来一点点的那个 椰香的味道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要来一点酱 然后呢 来一点这个小鱼 这个小鱼干啊 虽然 看了这个鱼有多小多小 高级超级的小 但是呢 看的很脆很脆的感觉 然后呢 再来一粒花香米 这样配着吃 朋友们 你们去椰浆饭中处 是怎么配这样 是一口饭一口菜 或者一口饭一口肉吗 像我喜欢这么搭配的吃 很香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干吃这个鱼翅 其实也蛮好的 吃一下味道吧 脆脆脆脆的 能听到那个声音 但是说真的 外皮稍微有一点味道 你的那种味道真的很淡 感觉好像是没有腌 或者没有腌太久的感觉 但这种素皮的感觉 我超喜欢 酥酥的 好喜欢 我喜欢 还有这个鸡翅 好多的酱哦 我跟老板讲 我说都给我来点酱 所以我来好多 不要浪费 这酱真的很好 好棒好棒 蛮喜欢的 来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蛋 这个蛋呢 可以在中间分开一点 看一下这个糖心 稍稍久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糖心的话 感觉还能看得出来 稍稍有一点油 但不会多的很多 这就是煎的久了一点 然后呢 放在那里的 是煎的吗 是煎的 但是感觉没有一点糊的感觉 看不到糊的感觉 因为我每次煎蛋的话 下面是糊的 上面是蛮生的 这就是技术的问题 好想吃 就这种效果 稍稍冷了一点 但里面还有一点点有温度的 非常蛮好 真的很不错 两块五毛钱 你想吃啥呢 吃不穷自己 也付不了别人 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饿了的话 想吃点餐的话 会不会选择这两块五毛钱 这一餐呢 我今天的话 就是说顺度 不知道吃什么呢 在纠结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比较便宜 所以我才考虑的 好多花生哦 我的印象里边好像是 新加坡一般便宜的 一天换基本都是三块钱起 好像是两块五的比较少一点 鸡翅就吃完了 但是我感觉了 这饭量真的很多 我永远吃不下了 都特别是没有酱的之后 感觉太清淡了 我先就嚼着米饭 然后呢 品尝它那个饭里边的 那个椰香的味道 有点咸淡啊 有一点味道 还是慢慢的皮 其实还是挺香的 虽然没有那么偏咸一点的那个酱 但是呢 能吃出来一直吃那个椰香的味道 飘飘然然的感觉挺好的 好吃 太麻烦了 你不乖呢 你不乖呢 终于吃完了 吃饭了 他给的装盘的这张纸挺滑的 剪饭的时候 最后剩几滴的时候 真的有点 很很不乖哦 不归整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蛋打 吃完了 有点饱了 想喝一点什么东西 一块七毛钱的 姜萝振多冰 我们吃了一个2块5毛钱的椰姜饭 然后呢 再吃了一个1块7毛钱的这个姜萝 姜萝振多冰 它这个里面的话 要的话还可以 才1块7毛钱 你想吃什么呀 真的很便宜的 还可以 不是那么甜 蛮好的 哥哥不在啊 我可以多吃一点 哥哥在的话 我就不敢吃了 因为女孩子们 尽量不要吃太甜的东西 不 因为女孩子们 尽量不要吃太冷的东西 偶尔吃一下 偷偷的吃 谁也会得到 好棒啊 我们这一餐超级超级的完美啊 拜拜